嗨,大家好,我是銀子,我又買了最後一包神秘禮包啦 讓大家看一下齁 神秘禮包,全部買完大包小包都買完了 因為我聽說呢,全部買完的時候啊,在最後一抽的時候會出現 因為有人就是這樣抽到的 第一抽,所以今天我們又有六抽 三星 第二抽 半個出現吧,最後一包都買完了,也沒有 乾嘛 第三抽 四星的,至少四星,啊又神器不要哈刀,超多的 雞爛 不會真的最後一抽出吧,最後一抽乾嘛 三星 剩兩抽 沒有,完蛋了完蛋了,最後一抽,最後一抽 激 三星啦,沒有了 好吧,所以也不是說全部買完就會中 不是說全部買完就會就是,結果我還是沒中 全部割完都沒中,就是注定中不了啊 因為沒有辦法再割了嘛 禮包都課完了 中不了就是中不了 大家你們覺得我怎麼突然有光法 事隔大概四五天了吧 然後今天才有時間拍這個影片 上次就是禮包買完之後沒有抽到嘛 大家都知道 然後上一次影片過後的兩天 公會站結束了 然後有湊足足夠的神秘書籤的時候 我又抽了一抽 沒想到 沒想到這次光法就一抽出來了 嚇到我整個嚇尿 真是超猛 所以呢 我總共前前後後抽了 三包小包的每一包是六抽 那就是18抽 加上大包算兩包 因為大包的第一包 其實我的神秘抽 我是拿去抽光賽子的時候 所以呢 就算大包的兩包 每一大包是14抽 所以是28抽加18抽嘛 所以是46抽 那46抽還要加上我最後一抽 才抽到的這隻光法 所以是47抽 47抽抽到這隻光法 其實也算運氣好了啦 因為他畢竟機率只有0.9 還是0.8 所以呢 還不錯 至少全部神秘禮包課完之後呢 最後還是有給我出到 雖然不是在神秘禮包剛課完的時候中的 但是呢 隔兩天之後 真的有抽到這隻角色 不枉費我花那麼多 為了就是你啊 為了就是你 而且當初 我只是想說私底下一抽 我就沒拍影片了 所以 沒有拍到我那個 抽到他的瞬間 當時我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光法呢 其實有很多種裝備的搭配 那我之後呢還會挑一個時間拍光髮的攻略影片 因為最近的影片實在太多要拍了 就是新的討伐我都還沒拍 這次的新角我也要抽20抽 所以也還沒拍 然後我現在還有兩個其他手遊的贊助影片我也還沒拍 之前答應大家要拍泰溫的攻略影片我也還沒拍 所以太多東西要拍了 就最近我會蠻忙的 那我也不想說就是把我的影片沒有剪接就直接上傳 我不想要為了一直發片而把我影片的質量降低 所以我盡量還是會把影片的品質做好啦 但真的有時候來不及的話我可能就不會上字幕 有時間的話我就盡量全部把它做完 好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實跟大家講一下我真的有抽到 太好了終於抽到這一隻不枉會有花那麼多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一個讚、分享、訂閱、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各位再見,掰掰 112秒